今天要讲的是细说诗经的第113页 禁语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样看待这首诗的 在欧阳收的诗本义中提到 此乃术 未风俗 男女迎奔之诗 在朱熹的诗集传中也提到 此迎奔其会之诗 而防御论中的诗经原始者提到 禁女 次未宣公 纳及妻也 我采用的也正是这一个说法 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毛诗序 诗序 禁女 次时也 未君无道 夫人无德 诗玄前中说道 以君及夫人无道德 故承禁女以我之同管之法 德如是 可以一之为人君之配 意思是说 陈述会将其记录在同管之法上 道德衰败如此 可以将子习纳为分配 借此反讽心台纳习之事 这是我对这首诗的解读 就是我对禁女的解读 并不是男女迎奔 而是她在讽刺心台纳习这件事情 那我会说明原因 首先我先说一下心台纳习的典故 在魏宣公还是公子靖的时候 她就跟她的父亲魏庄公的一个妾 叫做宜江交往 那宜江呢 她生下了公子姬 又称为姬子 为什么称为姬子呢 就是说她是非常着急就生下来的孩子 后来啊 周旭被杀了 所以魏国人把这个魏宣公啊 迎回魏国去做国军 那所以宜江跟公子吉啊 他们也被迎回去魏国啦 那宣公他就当时啊 他还是很宠爱宜江的 他就把公子吉啊 就是立为侍子 原本就是之后要继承他王位的这个继承人 在公子吉成年之后 魏宣公又替他找到当时爵士美女 齐熙公的女儿婚配 但是魏宣公他自己又听说 齐女很貌美 他就很好奇 所以想要在齐女 嫁给他自己的儿子公子吉之前 想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有多美 所以魏宣公他就开始策划 要如何在这个齐国的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公子吉之前 先看到他 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他用要外出打猎这个名义呢 他在齐国跟魏国必经的一个道路上面 的真城县这个附近 他建造一个地方叫做新台 新台是一个非常高的高台 然后也建制的很华丽 那之后呢 新台建成之后 他就每天就住在那里 他住在那里是为了什么 就是等到齐国的女儿 就是齐国的公主 经过这里的时候 他就可以先见到他了 终于有一天呢 齐国的使者护送齐国的公主 要经过 一定会经过这个新台 这个是魏宣公那时候就策划好了 他经过新台的时候 因为 齐国的公主啊 他是未来的媳妇 那他按照礼貌礼数 他按照礼貌礼数 就必须要去跟魏宣公去问候啊 必须先拜见未来的公公啊 所以魏宣公就在那一天 就是第一次看到了齐女 他看到了自己儿子的未婚妻 这位美貌的齐国公主之后 他就下了一个 让他一秋万年的一个决定 于是呢 他让齐女跟齐女的使者 在这个新台留宿一夜 那第二天早上 魏宣公就张罗非常非常厚重的礼品 礼物财物 就送给这个齐国的使者 请他先回去 跟齐国那边的人说 就是公主已经平安到达 剩下的他自己会处理 那当他就是用那么多礼物 把齐国使者送走之后呢 当天晚上他就立刻娶这个齐女为妻 就把这个齐国的公主 娶回家当老婆 就在新台这个地方成亲了 所以他们见面的第二天晚上 这个齐女齐国的公主 就嫁给魏宣公 他也是未来的宣将 也就是魏宣公的夫人 所以我认为这一首诗经 这首诗啊 他是在描述魏宣公 他一开始在新台这个地方 等待这个未来的老婆宣将 但其实这是他的儿子的老婆 就是他在新台抢亲 就是新台那席 也有叫新台抢亲 就是因为他抢了自己的儿子的老婆 也就是他的媳妇为妻 他抢娶媳妇为妻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这首诗是在描述 他等待这个美女 想要见她 然后又没有办法见她 然后见到她了之后 他就想要给她承诺 然后让她做她的皇后 然后让她做她的皇后之后 就马上的要她当晚事情 就是当晚他们就发生了关系 他是描述这样子的一段关系 是我自己做这样的解读的 因为我按照他的文艺 按照诗序的解读 然后按照他的句意里面 做这样的解读跟判断 所以跟外面的翻译有所不同 那我们下来把这首诗念一遍 静女奇书 似我鱼成鱼 爱而不见 搔手持出 静女奇鸾 以我同管 同管有尾 月异女美 字幕归宜 寻美且异 非女之为美 美人之宜 我们来看第一句 静女奇书 静女就是 闲静美好优雅的女子 那奇书呢 就是她的非常的美貌啊 这位闲静优雅的女子 有多么的美貌啊 似我鱼成鱼 这个似呢 是等待的意思 它是我似鱼成鱼的岛庄 就像是之前我们讲过 古风的不我屑鱼 就是我不屑鱼的岛庄这样子 所以我似于成鱼 我在这个城墙这边等待 我们刚刚前面有说过 她为了要看这个漂亮的奇国公主 所以她建造了这个星台 她建造这个星台之后 她就在这边住了下来 所以她就在这边等待 这一个奇国的公主 什么时候会路过 因为她路过 她一定要过来拜访她 这是一个礼数 所以这都是 为宣公她当时善计好的 所以她是等待她非常多天了 她等待她在这个星台这个地方 等待她非常非常多天了 爱而不见 稍守持出 就是她很想要见她 爱是一种很渴望的那个心意 爱而不见 想要见她 可是还是没有见她 因为她等了很久嘛 她很快速地建造这个星台 然后在这个星台这个地方 住下来等她很久 还是等不到 稍守持出 稍守是抓头的意思 稍就是抓养 稍守抓头 那持出就是 开怀不前的样子 稍守持出就是 比喻说 她的心情非常的焦虑 因为她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等她什么时候过来 她一定要在她 儿子公子集之前 要先看到这个女孩 到底有多美 所以第一段 是还没有见面 想见而不得见 第二段 静女其轮 以我童馆 童馆有尾 月异与美 这个贤静优雅美好的女子 其轮 轮就是美 她有多么的美好 以我童馆 就是我宜童馆 在左传定宫九年有说 静女三章取童馆 也就是会被记录在史册上面 这样子 那童馆是记录后宫世纪的童馆笔 红馆笔就是红色馆子的笔 古代皇宫的女史就是会记录后妃的世纪 那以红色表示自己很公正 赤心公正 所以她们记录的笔就是红馆笔就是童馆 所以以我童馆呢 就是说 我让你被记录在后妃史上 就是我封你为正宫夫人 让大家知道你的美貌 这应该就是未宣公 就是在迷惑这个年轻的齐国公主所说的话 就是我以童馆 你不要嫁给我的儿子 你嫁给我 那我会让你记录在史册上 这个童馆就借贷为就是后妃的那个史册啊 记录后妃的世纪啊 因为她当了那个未宣公的正室夫人 当了皇后之后 她当然就会被童馆记录啦 童馆有尾 尾就是光彩明亮的样子 那这个记录后妃的这个历史啊 她会记录你的光彩美貌啊 月亦女美 月就是喜悦 亦也是喜悦的样子 女美就是这个美女很漂亮 就是说 这个童馆这个史册会记录你当我的皇后 那你是多么的美貌 你是多么的美 然后美到让人家觉得很喜悦 很赞赏 赞赏你的美貌 那用现代的话来讲 这一段就是她在撩妹 就是用甜言蜜语 说服她心甘情愿的嫁给她 但那个时候事实上 不管她有没有心甘情愿 因为这个时候呢 她齐国的使者都已经被重金的打发走了 所以现在就只剩下她一个人跟这一个卫宣公 所以她不管答应还是不答应 她都要变成她的夫人 变成她的妻子 这样子就是已经被强迫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安抚的一个程序而已 她就已经是她的注定是她的人了 当中取悟了这样子 所以第二段就是说服与之交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句的字幕归宜 字幕呢它是一个就是修养的意思 我们有听过节身字幕 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她的身体很清白 暗指这一个 暗指这一个齐国的公主 她是一个很清白 很干净的一个处女 这样子 那龟银是什么意思呢 龟就是溃症的意思 那银呢 它是一个嫩草 它是嫩草 那个这个嫩草呢 是揉眉可食的嫩草 非常的嫩 然后可以食用 所以呢龟银这两个字 是象征婚购 所以字幕龟银这四个字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美丽美好 漂亮的一个清洁的 洁生字幕的一个处女 她把她的清白之身 然后嫁给了这个魏宣公 然后让魏宣公可以这样子 老牛吃嫩草 白话一点是这样子讲 所以在这一刻 就是魏宣公 就是已经得到 这一个 齐国的公主了 她就是未来的玄疆 所以她已经得到 她的身体了 所以后面那一句 是寻美且义 那寻就是实在的意思 实在是很美丽啊 就是这一个 齐国的公主 这个宣疆啊 这个宣疆非常的美丽 实在是很美丽啊 那不但美丽 而且还怎样呢 且义 义就是特别 就是不但美丽 而且特别的美丽 就是比美丽还要更美丽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的美 后面 非女之为美 美人之仪 那大家会解读说 不是仪草长的美 而是因为这个仪草啊 是美人送的仪草 所以特别的美 那很多人真的以为说 那真的是在送她一根草 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 这个义草是嫩草 就是象征这个宣疆 还没有嫁人 清白 洁生 字幕的 清白之神 处女之神 那因为仪草 因为仪草 它是嫩草的关系 所以 非女之为美 美人之仪 这句话应该翻译成说 不是因为你年轻 所以才会那么美丽 而是因为 是你而特别的美丽 美人之仪 仪就是赠送的意思嘛 那仪什么 赠送什么呢 赠送就是字幕归仪啊 那字幕归仪就是赠送她 清白无瑕的一个年轻的身体 就是处女之身 这处女之身就是送给了这个魏轩公 是多么样的美丽 她在夸奖她的 是多么 她在夸奖她的身体 长的是那么样的美丽 那前面是夸奖她的容貌 是那么样的美丽 现在是夸奖她的身体 是那么样的美丽 代表说前面呢 就是享受到的是 她的容貌的美 那后面享受到她的是 她的身体上面的美 所以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个雨水之欢的场景 那外面的人 莎斯解释说 这个美好的女子 她又送给我宏观碧 然后又送给我这个草 那我都觉得很好 因为是我喜欢的人送的 但事实上不能够这样解释 而是要真的去探究她 背后的原理 背后的原因去这样解释 所以说我这样子解释 之前没有人这么解释过 但是我觉得这样解释是对的 而且也比较合乎逻辑 那我们现在来欣赏这样的诗的 这个沉地的关系 其实那个诗经 她不用断 她说张 所以是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一张是想见而不得见 她是想象的 这个女孩有多么的美 这个爵士美女有多么的美 所以她在这个心台这边 等她 等她 不知道要等几天 所以她每天都很着急 那在第二张的时候呢 她已经看到她了 而且看到她的这个时候 她要对这个漂亮的齐国公主 她要对她这个宣将 还没有过门的宣将 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已经把这个齐国的使者 给打发给走了 用重金把齐国的使者打发走了 所以她开始要去 她开始要去游说这个宣将 游说这个齐国的公主 嫁给她 她说你嫁给我成为我的皇后 我会让大家知道你的美貌 我会把你的美貌 记录在这个女史册中 让大家知道你有多么美 而且你嫁给我成为皇后 你也会 你也会名流轻史啊 就是成为女生的那种名流轻史 然后变成一个美女的一个标志啊 这样子 她就用这样子的花言巧语来打动她 但事实上不管这个宣将 当时有没有被这个花言巧语所打动 她周围的使者都不在了 只有她一个女孩子 跟这个魏宣公 所以她必定要嫁给她了 所以她已经是她的囊中取物的 探囊取物的一个人了 那所以他们的进展非常快 她跟这个宣将讲话讲讲 讲好了之后 她当天晚上就把宣将取过门了 字幕归宜 这个宣将清清白白的身体 洁生字幕的身体 从以前到现在 就为了要嫁给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的这个 一个漂亮的女生 从以前到现在 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 很清白 很廉洁的一个身体 这就是字幕 那归宜就是象征分购 归就是溃症 就是溃症这个仪 仪就是嫩草 把自己那么清白的身体 就要用这个婚姻的方式 就是白白的拱手 让给这个魏宣公了 原本应该是她未来的公公 原本她应该是她儿子的未婚妻 可是她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在心台这个地方 字幕归宜 把她美好纯净的处女之身 然后年轻的身体 就是献给这个老头子了 那这个老头子呢 她占有这个年轻的媳妇 成为自己的妻子之后 她当然要再去赞美她 安抚她 因为她毕竟是一个老头子 你去占有人家这个年轻的身体 你一定要说一些好听的话 让她心情比较开心 不要那么伤心这样子 所以她说 哇你的身体实在太美了 你不但很美 而且你特别的美 而且不是因为你年轻才那么美 而是因为那是你 所以特别的美 就开始说这些话来安抚她 所以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诗序 诗序既女赤食也 魏君无道夫人无德 但这个时候的魏宣将 她的无德是非自愿献的无德 因为她自己的美貌 然后让这个魏宣公 起了胆念 所以她这个时候的无德是被迫的 后面的无德才是她自己自愿的 就是她后来又杀死了机子这样子 可是她后来杀死了机子 也赔掉自己亲生儿子公子 受一条生命 所以就是她后来的无德就是真正的 她这个时候的无德呢 还是被迫的 就是被迫要变成 就是自己原本公公的老婆 但是以前的人 她不会只骂魏君嘛 所以她要把她放进去一起骂 所以就做了静女这样的一首诗 那这首诗的讽刺信在哪里呢 讽刺信就是说 魏宣公就是花言巧语说 啊你当了我的夫人啊 你就是一个正式的皇后啊 那你就会被记录在这个女史册上面啊 那女史册上面 以后未来的人就是都会知道你的美貌啊 是多么的光彩多目啊 原本是这样子一段就是奉承她的话 但是这现在听起来是格外的讽刺 因为记载在实册上的是 魏宣公到底有多么的淫乱啊 所以呢这就是讽刺魏君无道啊 夫人无德啊 因为如果有德的话 就不会嫁给自己的公公 但事实上她是被迫的啊 那这首诗呢 她也是有一个成语的 这个成语就是稍首吃出 她非常生动的来形容说 魏宣公她又摸着头又抓头 然后又走路 就是又抓头又走路这样子 非常的紧张不安的这个感觉 所以就形容一个人心情焦虑的样子 那这个成语呢 也是因为诗经的缘故 一直沿用到现在 稍首吃出 形容心情焦虑 那今天我们就讲解完毕了 那很谢谢你的收听 那我这一首诗跟之前前面几首诗 其实解释的翻译 几乎都跟外面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会去参考诗序 会去参考她的内容 还有历史背景 去做一个解读 因为我发现说 有很多人古今学者 他们都不会去考究 就是思绪上真正的意涵 而直接说思绪有误 思绪误人 就是思绪有错误 思绪误解人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从思绪这边 然后去考究 她后面的历史背景 然后才把这样的翻译写出来 要不然的话 照字面解释的翻译实在是太简单 又太浅显 那种浅显几乎近乎一种肤浅的程度 就是看到外面就是有些人翻译 就是很浅显到一种很肤浅 就是为了要通读 为了要让更多大众去通读 所以会把它翻译成一个很肤浅的程度 我也不能说我解释的就一定是对的 只是说 我提供一个更有逻辑性的看法 在我自己看来是更有逻辑性的看法 然后重新去看待一首诗 然后让这个诗归位在它应该有的历史位置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但这有点困难 因为光是录这个找资料就要好多时间 而且光是让这个影片输出 也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好几个小时在这边 就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就没有了 那我也很希望这样的节目可以做下去 那如果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节目可以做下去的话 我很希望能够把它做完 但是未来的事情很难讲 因为这样子要去 继续下去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订阅 那谢谢你 拜拜